大家好,我是孙老师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中国未来可能出现的地区经济发展的趋势 最近有不少内地朋友在网上传一则新闻 那就是4月8号习近平在讲话中说的 要做好长时间应对外部情况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这一段公开的讲话也被解读为 中国可能在接下来面临着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等 全方位的封堵围剿 可能是不得不与全世界脱钩 而实际上最近美国和日本也在计划把很多公司从中国迁走 4月11号日本宣布将花费超过22亿美元 让日本公司从中国撤资 美国白宫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罗 也说美国应该支付资金 给那些希望从中国离开的美国公司 这些消息引起了一些人的恐慌 有的人担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将不断恶化 最后会爆发军事冲突 有的人也担心外资撤离之后 中国经济会迅速崩溃 国内的生活水平会迅速倒退 这些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是还不是特别的准确到位 外资撤离的直接结果并不会造成中国经济的崩溃 而是会加速北京当局加大政府对经济的管控 回到计划经济的决心 这件事情的最终后果可能会造成未来中国各个地方经济格局走向的彻底变化 我们先来看外商对中国的投资情况 虽然近几年媒体都在讨论外资企业从中国撤走的问题 但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数据并没有大规模的减少 2019年外商直接投资的月度数据其实一直在上涨 今年的前两个月外商直接投资累计是192亿美元 是比去年同期减少8.6% 减少的程度是比较明显的 但是考虑到二月底疫情已经开始全面的影响经济了 所以这个数据在疫情的背景下也是很正常的 另外这个时候美国日本等国宣布撤回在中国的企业 但是一般来说企业的迁移是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 最快也是需要8个月到一年的时间 并不是说第二天企业就马上外迁了 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 退一步讲在外资企业外迁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产能是有可能被国内的中国企业接替的 所以说如果内地的私营企业产业结构合理 资本实力足够的话是完全可以接盘的 外资撤离不是真正致命的问题 最致命的问题在于或者说最让中国人害怕的问题 其实是北京当局在面对外资撤离的时候 他处理的态度和处理的方法 我们可以看到北京当局现在对外的态度是非常强硬的 好像是准备和全世界对着干 但是了解中国的人都知道 外交上对外强硬的态度一般来说都会出口转内销 变成对国内进行严格管控强硬整治老百姓的一种借口 在北京当局的对策当中最坏的打算肯定是全面的和全球冲突 那么与这种预期相配合的就是中国大陆全面实行计划经济 政府打着拯救经济拯救民生的幌子全面的抢夺私有财产 外资的撤离正好是给了中国政府加紧实行计划的借口 这一点相信是生活在中国的明白人最担心的一件事 实际上真正的变数就蕴含在实行计划经济的过程当中 如果以后的某个时间节点上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力推计划经济 最后很有可能是无法实际的得到贯彻 反而是可能出现各地执行的力度不一阳奉阴违的情况 如果这个情况发生 未来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版图都可能发生比较大的调整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 主要来说有两个 第一是中国的地区发展极为的不平衡 经济差距太大 第二是中国社会的基层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 全面的所谓的计划制在现在这个社会不可能真正的被执行 反而会产生更多的问题 那么我接下来把两个问题逐一的说明 中国各地的人均收入差距很大 根据2019年中国统计年间 中国人均收入高的城市像是北京上海这样的 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6万元 而甘肃宁夏这些地方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一万多 再有就是河南安徽陕西这个档次的城市 可支配收入只有2万出头 所以各地差距是很明显的 在过去6年的时间以来 北京上海以及沿海的富裕地区 收入增长是不发达地区的2到3倍 2019年中国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地区全部都是东 沿海地区所以说中国沿海经济和内地的差距不仅是存量差距 也包括增量是全面的一种差距 这种地区差距的背后其实是产业结构和人口布局的差距 根据恒大研究院的一份报告 中国东部地区的技术研发投入占比是超过全国的60% 而东部6个省份的高技术企业数量也是占到全国的大约60% 而东部地区的外商投资占到全国总值的84% 所以中国东部的人均高收入是因为那个地方产业结构更加优化 附加值更高 在这个格局之下 东部和南部的沿海地区就会不断的吸纳内地中西部的人口 我们通过这个统计图也可以看到 中国人口流入最多的就是北京上海浙江广东这些地方 而河南贵州四川安徽等等这些相对落后的地区 人口都是输出往沿海地区流动的 他们等于就成了发达地区的人力资源的储备 那么在这种格局之下 科技经济教育人文等等各种资源都会往东部地区倾斜 东部地区的优势已经是成型不可改变 但是我们都知道计划经济意味着全国一盘棋采用相同的一个标准 那么东部地区这几十年是靠市场经济盘活的 如果回归到计划经济 那么东部地区的经济优势就会大幅的削减 经济会有很大的滑坡 那么人的生活水平也会出现剧烈的下降 但是对于西部和北部的一些穷乡僻壤来说 因为本来就很穷环境也很闭塞 所以就算是实行计划经济 他们的生活水平下降也不会像东部地区那么多 也就是说生活在发达地区的人是更不愿意实行计划经济的 因为这对于他们来说损失更大 这些地方的人内心对于计划经济有强烈的抵触情绪 这种抵触的情绪不仅来自于基层老百姓 握有发达地区资源的地方豪强势力 也会产生很大的抵触情绪 因为计划制度也威胁着这些家族的利益 那么他们在具体执行的层面可能就会打很多折扣 不一定会100%按照北京当局的要求执行所谓的计划制度 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这样长期下去地方经济的自主独立性会更高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原因 那就是中国社会的基层结构已经改变 很难真正的去执行所谓的计划经济 中国历来是一种从地方到中央层层负责的专制体制 但是任何中央层面的政策 要想传递到基层被执行 则是需要依靠地方势力来执行和维持这个政策的运行 那传统的中国社会基层的地方是依靠有名望的乡身和基于血缘关系的宗族来维持的 在共产革命之后传统的中国社会被连根拔起取而代之的是基层的党员干部 这些干部依附于人民公社这个计划经济的基本单位来管理老百姓 统一安排他们的生活和工作 这种体制是建立在战争和暴力革命的基础上 彻底的清除了地方上的不同利益阶层的代言人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是可以实行计划经济的 中国在1978年以前能搞这么久的计划经济 也是和这个社会基础有关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彻底改变了 共产党内部的所谓走资派在毛死后是终结了计划体制 搞了改革开放 这个民不正言不顺的半市场化的操作 引入了资本和市场 但是并没有用民主和法治来取代共产党的官僚体制 所以这就让基层地方成为了只有金钱而没有法律的一种真空地带 资本带来的利益 让过去人民公社的当政官员 他们和地方上先富起来的土豪勾结 形成了新的地方势力 共同管理着中国的基层 所以中国越小越落后的地方 越是讲各种关系 越不讲法律和公平 这就是因为这个特殊的基层社会的结构 那么在这个腐败干部和地方土豪勾结的基层社会 真的是可以推行一个公平的计划经济吗 显然也是不可能的 农村地区的计划经济单位是供销社 负责生活物资和生产资料的采购和分配 这种控制着地方所有资源的单位 很容易就被腐败干部和地方土豪联合起来控制 资源统一集中的情况下 控制资源的人几乎拥有无限的权利 那么无限权利必然会造成无限腐败 因此实行所谓的计划制以后 发达地区是不愿执行 但是落后地区的腐败官员则是会官商勾结起来 利用这个计划来对老百姓进行盘剥和掠夺 那么有人会反问 就是北京当局确切来说是这个习核心 难道他不会亲力亲为亲自监督各地的计划经济执行情况吗 那坦白说就目前这个核心团队的能力显然是不能做到的 通过这个班子执政以来的各种政策 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他们是智大财疏 眼高手低 浩大喜功 一意孤行 缺乏应变的这么一个团队 那么雄安新区呢 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 这个项目呢 是习核心的一个面子工程 是他所谓的千年大计 不过呢 在具体的层面 习核心是完全没有具体办法去指导操作这个项目的 所以呢这才几年时间过去 还有人提雄安新区这个事吗 那雄安新区是这样 那么比雄安新区更宏大雄伟的全国的计划经济工程也是这样 一开始呢 口号是肯定会喊得震天响的 给人一种计划经济 势在必行的错觉 之后慢慢落实到具体的执行层面 北京核心集团对于全国广大基层 是没有太多的控制权和处理具体事情的办法的 有很多政策的落实和执行情况还是必须要依靠 具有更多地方资源的地方政府来搞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难免出现各地保护自己利益 各自为政的情况 那么这个情况呢 是有一个群众的基础 就是在于现在中国这一代人都已经是习惯了半开放的市场经济 所以他们不可能直接实行计划经济 而是先要实行经济的计划化 经过对社会的彻底改造 才能够全面实行计划经济 这个过程呢 就像1949年到1956年 中共对于中国的私营企业 全部进行了国有化改造一样的 他们必须把这个过程重新来一遍 才能够真正的实现计划经济 改变人们的观念 但是呢 现在中国境内究竟有几个人真心是希望走上这条路呢 所以说呢 当北京正式宣布搞计划经济的时候 中国大陆的发展会逐渐走向另一条轨道 计划经济实际效果呢 恰好会和实行计划经济的目的啊 刚好相反 欠发达地区因为实行计划经济而变得土匪流氓化 而越是发达的地区越不想实行计划经济 在极端情况下呢 他们甚至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啊 而与这个旧的体制进行一种或明或暗的脱钩 甚至这些发达地区会重新的抱团联合 获得经济上相对的一个独立性 那这种独立性呢 将彻底改写中国的经济版图和政治版图 中央集权的这个体制呢 会名存实亡 地区经济啊 会变成类似城邦一样的结构 什么是城邦呢 这个城邦从经济上来讲 就是以城市或者城市联合作为中心的经济体 那这种制度呢 是源自于公元前8到20世纪的古希腊 后来的历史当中啊 城邦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不同的人借鉴发挥了作用 包括后来在罗马帝国衰落之后 意大利出现的城邦 欧洲的各种城市的商业联合 还有现代的联邦制国家 他们最早的起源呢 都可以说是希腊的城邦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必然会走向城邦制度呢 这是因为城邦制度有一个核心的部分 那就是一切的利益以共同的价值观和社会共识出发 在共识的基础上呢 寻找共同利益 不同的小团体呢 或者说城邦呢 是有不同的共识的 所以他们构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 这个和中国传统的社会格局是不一样的 那中国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在江村经济里面提到过一个 插序格局的理论 他用这个理论呢 来描述中国的社会结构 简单来说 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一种宗族的社会 社会的利益啊 不是建立在小团体的观念共识之上 而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亲属同乡同学朋友 这个人际网络之上 他就像是一个同心园 由中心向四周扩散开来 那在1949年以后呢 这层关系之上又加上了共产党系统内部的派系斗争和个人利益 但无论如何呢 这一套系统呢 是以人际关系和利益为基础的 没有所谓的社会共识 这个情况呢 就造成了一个结果 组成了社会共识的团体呢 会产生共同利益 但是他们的共同利益啊 又会和另一些社会团体的利益有冲突 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把共同团体升级为法人团体 那么大家坐下来制定法律 通过一定的程序来解决利益冲突 但是中国社会呢 是基于血缘关系和宗族来结成的共同利益的 严格说来 这些人是没有思想可言的 于是也就不会产生现代意义上的司法系统 那么从皇帝到老百姓都是一个个血缘家族孤立的利益团体 那么他们解决矛盾的方法就是所谓的非我族类 齐心必毅 那么最后呢 就会树诸于野蛮和暴力 以暴力和谎言呢 来维持社会的稳定 以上就是中国传统社会利益形成的模式 那现在和过去有什么不一样呢 那现在的中国是经过了1949年以来的各种翻天覆地的折腾之后啊 小家庭是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大家庭 所以血缘社会和宗族社会在目前城市里啊 已经是不存在了 虽然中国70多年以来进行各种的思想控制和洗脑 但是近30年以来还是不可避免的受到国际社会和现代文明的外部影响 那毕竟呢 后来进入互联网时代 这已经是不存在真正的信息封锁 每个人总有办法找到他需要的信息的 那么不同地区的人呢就逐渐开始形成了不同的共识 我们经常在中国大陆的网站上可以看到针对某一个社会议题会有观点针锋相对的人呢在互相争吵 这就是小团体形成不同的共识的开始 那不同共识的人呢必然会产生不同的利益 比如沿海地区的民营企业家 他们有共同的利益 在很多方面他们的观念和想法其实是差不多的 但是另外一些人呢 他们的共识就不一样 例如在所谓的革命老区生活的普通农民 他们对于世界的看法和观点就截然不同 他们也具有和企业家并不一致的观点和利益 他们会主动的支持计划经济 因为无论实行什么类型的经济啊 他们都是最穷的人 而与这种人又不一样 沿海城市里面所谓的中产阶层呢 那么他们大部分呢都是移民的人口 所以在当地也不存在什么家族和血缘关系的历史 那这些人是怎么产生这个认同感呢 比如说现在的上海人当中有相当比例是从外地移民到上海生活工作的人的 那么他们怎么对上海这个地方产生认同感 怎么样面对自己的身份问题呢 他们没有办法完全凭借过去的同乡亲戚家族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毕竟你只是一个外来人 在当地是没有根基的 那么这些人只能通过寻求司法保护来保护财产和生命的安全 这是一个最公平有效最普及的方法 而崇尚司法的精神呢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这个精神呢 这本来就是一种共识和价值观 这种价值观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皇权大于法律 还有就是党文化当中党大于法都是不一样的 其实呢 这个司法独立的精神也就是来自于希腊城邦的一种思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吧 中国不同阶层 不同地区的人 他们的观念和共识其实是分裂的 目前表面上还统一在一个所谓的共产主义思想之下 但是呢全国从上到下包括共产党本身已经没有任何人相信那套说法了 那这个情况是不是意味着中国会形成像古代希腊一样的城邦联合体呢 答案是不会的 因为中国各地的经济和文化差异非常大 在中部西部北部相当多的地区啊 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教育程度还不足以去意识到法律民主和自由市场的价值 但文明程度高的地区呢 形成类似城邦制度的可能性会更高 文明程度低的地区呢 可能不会形成城邦 反而会诞生啊 地方的土皇帝和土匪 可能会发生一些不人道的事情 这是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最后带来的结果 大规模的独立城邦呢 在中国应该是不会出现的 但是比城邦低一个等级的城市同盟呢 却有可能出现 在古代欧洲神圣罗马帝国衰落的过程当中呢 德意志北方的商业城市 旅贝克汉堡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商业城市呢 形成了汉萨同盟 这些地方的财阀和贵族啊 结成了贸易同盟 用来保护自己的贸易 同盟呢 拥有很高的自主独立权 可以拥有自己的公共财政和独立的商业政策 进行对外贸易 还能组建武装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商船队 但是呢 这个同盟并没有宣布独立为一个国家 这些城市只是基于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 建立了城市商业的联盟 其实啊 在中国清朝解体之后呢 南部的广东也曾经出现过商人为主导的 政治军事团体 所以每当中央帝国的权力衰落的时候啊 就有可能出现城市的商业联盟 甚至是独立的城邦 那回顾城邦的历史对于现实有什么启示呢 总结来说有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中央宣布重启计划经济这个事啊 并不能在现实中把中国全部都带向计划经济 反而会造成各地利益的分化 一部分贫穷的内陆呢 将会土匪化 第二呢 东部地区对于实行计划经济反感会非常大 经济发展更好的地区呢 更有机会形成新的共识 而这种共识与国际的外部世界共同点也更大 从而形成进一步的商贸和思想的交流 这反过来啊又会加大这些地方与内陆的土匪化的地方的差距 两者逐渐没有任何共识 第三呢 鉴于中国特殊的国情直接形成独立城邦的可能性并不大 但是形成某种城市商业联盟 发达地区抱团取暖 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那面对这种未来的可能对于普通人有什么启示呢 他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未来啊你待在什么地方发展是会非常重要的 相对来说呢 更有法治精神 更有市场竞争力的东南沿海地区 尤其是大城市 对个人来说是更好的发展平台 如果年后这些地方和内陆某些地区的差距呢 或许已经不单纯是经济上的差距 而是文明开化程度的差距 另外呢 你选择待在什么地方发展 这不单纯是一个经济利益的考虑 本质上呢 它是一种价值观的选择 这涉及到一个人想要怎么生活的问题 那回到中西部的城乡结合部 或许短期的生活压力没那么大 但是如果把时间的尺度呢 放大到十年以上 西部北部地区的不确定性啊 就会非常高 历史上什么地方藏土匪呢 答案是山区 中国西北和西南的山区 当然了 一切的选择都是主观的选择 就个体而言 如果你喜欢在乡下和土豪恶霸待在一起 觉得很快乐 那也应该是被尊重的一种选择 总之呢 价值观不同的人互道一声再见 就此别过 各自去各自能够找到认同的地方 当然话说回来 中国也有可能完全不走向城邦化的这个道路 另外一个可能的选择呢 就是彻底的北朝鲜化 那么发达地区的人呢 自愿把生活水平下降到和最贫困的地区同样的水平 那整个国家全都变成了朝鲜 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那何去何从呢 就要看今天的中国人怎么做选择了 好顺势而为 趋利别害 我们下次再见